请合掌 南无本师释迦摩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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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无本师释迦阿弥陀佛 主位法师 主位在家菩萨 大家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常位老菩萨说他听不懂 真认真听 真认真听不懂 我们这个听经有一个心态 我们以前有一个心态 铁除磨成绣花针的心态 这个季季 这个大廊有一个阿婆的 五百里 这个五百里 他这样穿近开五百里的季季 这样穿季 等到季季 疼开心 仍然二十几年 有一天他在天山的时候 落到他的手 漏起 开五百里 他年季酒 开五百里 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 当然阿 这个佛法 是万代穿季 这种的问题 一定要吃很多的苦 历经很多种种的亲身科技的经验 这有点天后的圣意地的可贵 所以阿 我为了要提升 提升 要佛教的水准和塑浸 因此我就会很大的握心 你讲这个达摩大师的建训论 但是有很多这个法师傅和这个材贼技术 比较比较老手型的 我说佛霖华士 你讲这个有效果吗 这很像的东西 这有说佛学院 在开的课程 不一定开这么像 所以我就发一个圆 我尽量说给他抽签 尽量说给大家听有的范围 速度放给他更慢 这样 所以说 我之所以决定要说 真理亲密的东西 也是因为希望佛教 不要弱于说 只是说英格 只是说一些故事 只是说一些款式 只是说一些款式 只是比一些售商 都不能进入这组组的本性 本体的东西 这样就是在外面 在生意困难 都不能进入这个疯狂 你要认识佛 你就要先认识我们的本性 如果没有了解我们的本性 我们是要怎么受刑呢 就是说我们在念佛 我们也会念得很烦恼 所以我就放很大的描心 不管多人 不管是少人 我就是坚持了 要这样把它扳下去就对 所以说长啊 他就说得有点像一点 为的是听到真 发喜唱完 为的年纪大的 更疼不 沒關係 我们就要唱大陆这个阿婆 这样认真 你说啊 既然来这听阿公的 你都听那些会笑的 听那些笑笑的 听那些笑笑的 听那些简单的会笑的 就退死了 那你英文 没法打开说 听阿公就是听的 听那些没笑的 我们今天不是要听笑笑的 不是要听这些简单的音乐故事而已 我们就是要听那些 如果我们不去疯到的 那我们不才会进步 这会可以突破 那些心来的困惑 这样这听的经文化不才有意义 就是说我们今天要听不 下来这个金弓的经济 下来这个金弓的经济 就是听不 两点钟 吸两句 也可以真受益 所以说 我早就這樣反應說 喔 師傅這麼沉默要怎樣 那會聽不懂 我很溫柔 但是 看見這幾多人 說越多人 聽起來 看起來也是很安慰 可見我們北部的水準 我是人為說 是復高水準最高的地区 我們台北 正經我在伯娘說的 不敢說這麼簽名的東西 不敢說真正 我是人為說我們北部是太多 台北是太多 水準都很高 我是希望可以提升我們復高的水準 不要說我們復高 正說就是寬仙 顧書 因果 我舉一些勒 說一些過期經驗 都不能進入真正 復高的核心 所以我這次來就是做一種破釜沉舟的心 如果是因為說這個民心健身的 他問他真正的心來說 我做最壞的打算 啊 我在伯這裡發輸 這裡BQBQ年 就骨頭霸的BQBQ年 他最欺負 出價的人他這個發真紓要 這是我做最壞的打算 但是我沒想說 我們在伯的技術 輸人欽佩和讚賊 我大家很讚賊 所以說 我們這個發就繼續 今天大家 道心不退嘛 所以說 聽經文法 要先破掉 我今天聽經就是要突破 我沒有了解的問題 我今天來 聽聽的 大家都了解 這樣就不用太說了 對不對 你就已經了解了 所以 來到這個地方 要注意聽 像大陸這個阿婆這樣 有一天 反正在家裡 要去家 我們正在家裡 反正在家裡 反正在家裡 反正在家裡不一定 只是說 也是要注意 要去家裡 阿民 咱們知道 現實又超越 就是說 咱們基本性的人 他是面對一切現實 收績 在這個維莫節奸裡面說 說 實相 一切自身事業 不壞實相 就是說 無論我們吃什麼頭路 無論我們屬隆甘傷 都無影響開悟 無影響實相 也無影響我們的收績 收績是看我們會用功 跟無效用功 會用功的人的回功翻腳 看我們這個心 那麼 若能關心 必能入道 就是說 如果我們會關心我們這個心的起心當年 我們必能立道 所以 無論我們屬隆甘傷 你出雞甘傷 你出雞甘傷 你做什麼行業 都無影響收績 你只要來得了解 我們這個清淨的本相 當下的完神佛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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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佛在世 當時的在世 也是很多雞甘傷 當下的完神佛道 也有很多在世 四現菩薩 當中 我們常說 明心見性的人 既現實又超越 我們現在再來 說明心見性的人 一般是說 感情跟理性達到平衡點的人 就是智慧的人 有智慧的人 那麼我們今天來講 說這個感情 福德上有感情了 但是福德的感情 是無所得的感情 是化作一定平定的自比心的感情 但是我們重心的感情 看到的脸 那 怎麼叫 看到的脸 看見我們嘎的 去嘎的脸 到我們不愛 去地出 Flight 排斥和執著 共甲性 我們的感情跟理性 都不可能保持平衡 所以 Trevor 後面 感情跟理性的後面 最重要的要存在一個智慧 地性 智性 智慧的智 所以每一個人 他一定不會承認自己是一個愚思的人 那一集立法院的主公 他每一個人 就說他很有理性 他很有主見 很有獨到的看法 所以你歡迎打到今天 不聽了 民進黨的 國民黨的 他一定說他對 心動也有他這套 你聽一聽不懂得 大家都是為國 大家都是為民 因此 你要怎麼說 人家打一個對 跟打一個不對 這四個也非常頂度 因此 如果要下一個定義 什麼是佛 就要這樣下這個定義 佛就是 感情 理性 自性 達到平衡點 叫做佛 這樣可以叫做佛 去表達感情 去表達感情 用智慧 來顯現我們的理性 簡單說就是要有 佛祭的地位 要有佛祭的地位 所以說 民心健身的人 他是很有感情的人 他的感情就是 真主比 化作代主代比 他也很有理性的人 他的理性就是 非常尊重重心 你有權利 可以跟我看法不一樣 但是 我沒有權利去傷害你 人有管理看法不一樣 但是我們沒有管理去傷害重心 因為在這個 世間看法不一樣的人 會摸摸死 我們的理性 如果我們是自己覺得很受傷 還是說很悄悄 那麼 我們也要動情 那裡 class比較低 水準比較低 比較無敵 比較武器 不可以用心情 來對待一切 武器的重心 這樣我們的理性 是建立在的 智慧 如果我們自己覺得 真好 真肯 用攻擊性 百貼性 我們這樣來說 啊 這個就是無 看法跟我們不一樣的就是無 啊 你如果稍微看說 啊 這三個 你覺得怪怪的 就說 七個不清淨 我比較有受傷 你比較無受傷 我們常常用這種心 是因為不能生佛 在佛祖的心目中 沒有摩也沒有佛 摩佛 是動一貼性的東西 它沒有對立性的東西 它是絕對性的東西 所以簡單說 一個聖靈的心中 它就計 天下太平的日子 外面 按照建政 都對它沒有作用 它就是計 天下太平和平的日子 啊 你說啊 這個世間啊 大家真的 弄著弄著 到今天呢 世間啊 建政啊 空氣污染啊 恐怖啊 恐怖啊 激方啊 盧安達的逆戰啊 喔 欸 啊 中共啊 台灣啊 緊張的關係 到今天呢 這個都是意識形態的問題 意識形態的問題 真到今天來說 它就是中央政府 我們就是 啊 地方政府 它看法是這樣 我們就是你說 分裂分治皆是事實 你不能保證我中央民國的 到今天 我都改管 我們都改管 所以這個世間 不管你怎麼去討論 只要落入語言 都永遠沒有辦法 所以我就跟他們說 我們心中的黑 如果沒有掃掉 你掃外面的黑沒有辦法 你怎麼掃的 不可能掃得完 因為我們人的意望 不可能 不辦法結束了 中央民國 如果要行翁 如果沒有為 基本上的世間的小孩 好好地教育 有宗教的因果的訴訟 這個國家少爺 你還要多少情力 你都不可能 所以除惡誤盡啦 除惡誤盡 政府只知道 你只知道過而已 只知道過而已 不知道陰 不知道陰 所以說 這個世間 是一直紛爭 不管你怎麼 都不可能平時 因為 中心我們這個世間 是強烈所缺 強烈 就是人 所做的脅飾都一樣 都貪心癡 那些人 那些人 在那裡 為我們的起心動靈 起心動靈 接著來 為貪心癡 我們內心的貪心癡 如果沒有棄掉 心中的窩 如果沒有掃掉 你怎麼掃黑 掃黃 你怎麼掃槍枝 都不可能解決 因為我們就是 那些掃不利 掃不利啦 為什麼 人的慾望 沒有辦法控制 歐洲的 他如果有利益 他怎麼要綁 他一定不綁 所以不是這樣 所以你就一直掃 開這個KTV 或是吉他開 紅色的東西 他會賺錢 投其所好 人的慾望 男女這種慾望 還控制不住 這種最好的 他怎麼要綁 對不對 他一定不綁 所以 人的慾 無心教育 生定了 你不可能 因此啊 我們不能說 感情跟理性 達到平衡點 就是佛 還要加一個智慧 智慧 所以這個世界的紛爭 是難免的 再來 那個明星盡性的人 了解的應不足 在生氣心 金光景這句話 太多人在討論 但是呢 無幾個啊 他可以提供的這句話 到底是什麼意思 啊 應無所主 你生在心 現在先用字面上來解釋 應無所主 這個主 叫做接著 啊 嗯 兒身其心 加一個清淨心 兒身清淨心 現在幾句的心 用字面來解釋 幾句的意思就是說 是說應無所應該無所得一切相 你生氣清淨心 其實這兩句是重複 你若無所住、無所得 清淨心就走出來 不免說清淨心這句 你若生氣清淨心 你自然你就無所得 所以幾句的意思就是 我們應該對一切的基障 無所接到 來産生本性的清淨心出來 這句子應無所住在生氣心 現在問題來了 問題出來了 師父 我這起心當念 我無所住 不然我是要住在什麼地方 我如果黏頭起來 我無所住 不然我到底是要驚到 寄託在哪裡 眾生就是用寄託的方式 所以他找不到本性 這是重心喔 比一個人的生活就是 現在早上吃飯吃飽 他坐在那裡 他不知道要做什麼 快點 開電視 電視看什麼 看筆錄的 坐在那裡 因為他 他要接心嘛 無所謂 無所謂 待會兒就說 不然要來洗菜池 洗菜池 回來 睡個鐘頭 不然外面看一支電影 心都用驚託的 用寄託的方式 在寄託的方式 在寄託金錢 將希望寄託 他的先生 還是先生 寄託他的老婆 還是 雙親 寄託他的好生 女兒 我們今天 最大的 可怕重心的病 就是 寄託的方式 在過日子 叫做 依靠 我客 用我客的心態 在寄託 不然你的痛苦一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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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世家母女佛告訴你 世間沒有一項 讓我們會外出 金錢 金錢 金錢無雙 大肝 大肝無雙 像劉邦友這樣 一千就是 是最好的 年齡 還沒結識 一百四百 這個就是 所以我們就要讓我們的外科 錢 我們要找到英雄的東西 不知道可以英文敵的快樂 所以 我們又怕夢說 我不能死 所以就像秦始王開始去求長生不老的藥 中生不老 不老中生的藥 去切切這個藥 配做完到八百塊 它也是就是 所以 所以世家母女佛 他跟阿韓真 跟你們說得很清楚 所以 弟子們 如果你想在這個生命 無常的世間 要找到快樂 那是一種愚痴 意思就是 我們在生命無常的世間 要找到真正的快樂 那是根本的古蹟 因為這根本就不可能 你要怎麼去找到一個快樂的東西 所以 心應該要無所得 無所得 無所得 譬如說 我們看這個火 火很漂亮 今天沒有火 我也是很漂亮 你看到這個小姐很漂亮 看來這個小姐很賣 他也改團 他也改團 他就是用本性 無所得 就是說 你連不找我 你認我不對 你認我不對 所以說 我們這個中心 就親有一隻蒼蠅 一隻蒼蠅 那下面有這個黏鐵 這個黏鐵 這個蒼蠅 這個蒼蠅 這個愛鐵 黏下去 這樣 雖然我們的正刺易飛 但是缺乏其力 我們叫這個欲望黏住的 我們就親在這蒼蠅 要找東西吃 用依靠的方式 沒有啦 拔拔拔拔拔去黏住 大家只會死 撿不去 靠這個男女的義王黏住 就死 靠金針黏住 金針就死 靠的命黏住 晠就死 我們用依靠的 所以說 今天用外科的東西 有時候我們的同班同學 同班同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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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們老爸 要買機器給他 他們老爸就翻桌了 到後來就公務員 他們老爸真的要車機器給他 機器 機器上車 車子跑出來 他是像唯一的女兒 同學生 我去念哮 那他們老爸 那是靠到 四四混亂去 唯一 唯一一個小孩 唯一一個小孩 他怎樣靠 怎樣都沒辦法 對不對 所以說 用我客的心態 有一天 你就沒辦法接受這個事實 你會哭得死去活來 死去活來 死去活來 說每天都靠 靠到副副救 每天都很雄心 這樣靠就對了 靠到很雄心 他四公子 走來南投憲力文化中心 聽四公經 那個人跟布 現在聽四公經 聽三公 他 我問 這小孩哪一個沒死 沒死的牙手 會 走到萬 所以我們就是 靠到一分 很強烈的製作心 你不可以離開我 我真愛你 我無理會死 我們的英文 愛你萬萬年 我可以這樣像一 感情車 可以這樣 這種心実 你愛你萬萬年 對嗎 哪有可能 我跟七十的真不簡單 所以這個太太 她去聽了 師傅還給她開死 今天你老公死 就漂亮 今天我們不是靠老公 我們現在要靠自己 靠我們自己 哎呀 我如果死了是不是 還會繼續六都論會 我這樣接著心風味 沒有了解 世間無上空性的思想 我這樣外在世間 也沒什麼意義 如果小孩都大漢 對嗎 就利用下半輩子 趕緊來受傷 可以跳出六都論會 他意義你靠你老公 不如靠我們自己 靠我們自己看 可以了生死嗎 關心我們的生死啊 噢 這個太太 聽了後三天聽了 回去算會笑啊 會笑啊 家庭家庭覺得怪怪啊 欸 家庭家庭覺得怪怪 說阿紀元 整幾天公司 靠到討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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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說我們說 應無所主理生基心 就是說對著一切 天地萬物的妄想就對了 天地萬物的這個 這個想 你都不能當著一絲 一毫的執著性 釋迦牟尼佛說四十九年 就是叫你蓋著這個 去掉執著就清涼 就蓋著這個而已 欸 著相而求 如是之人 累劫不得見性 得上的人 這個人 千百萬夾 都沒辦法民心見性 要無所中 無所中 那現在問題來了 說我起心重量又無所主 你要主在什麼地方 我給他主意說 思想起來 沒關係 你不能捏他 我們是外道的無想定 這個念頭起來 你不要把它滅掉 我們是外人 這個念頭不行 你不能說 我要把它滅掉 念頭讓他起來 我說到這裡 你就要注意聽 念頭起來 沒關係 欸 但是我們現在 有時候夢想會走起來 夢想走起來 只要你很清楚 那是妄想 只要你真正做 那是夢想 比如說 我希望要換兩百歲 這個都是妄想 你只要很心很力 活在那現在 活在那當下 你就真正在這世面 你如果要去台面 哪知道 比較好一點 房子比較好一點 我們只要今天 我們認真來做 認真來做 無所中 私手 盡人力 其他就放下 fuck 煩惡救 煩惡救 天亮孫 我們這個念頭 如果要蓋起來 要怎麼 Dimash 不要說把它強制壓 哎呀 比如說 哎呀 我對佛不公正 你說有個在拜訓喔 關上我阿彌陀佛 阿彌陀佛 阿彌陀佛很漂亮 他很感激 他很抱歉 他有罪惡感 你不用 你不要有罪惡感 你如果起身重點的時候 當你發現 那個執著 罪惡感 慚愧心或者是 哪一個殺到贏的念頭 你馬上很清楚的 了解那個是虛妄的 欸 慢慢的學習 放下 慢慢的學習 放下 直接了當的說 就是齊心動念 就是佛心的作用 清靜心的作用 只要你不要被事物所黏著 記住 只有五年而已 別黏著事物 別讓事物所黏著 就是說 不可以讓我最黏著的 黏的意思就是說 百月開 百月開 比如說 中間感 一天 一天如果沒看到人家就黏著 死 就是去讓人家黏著的 去讓人家黏著的 一天如果沒看到人家就黏著的 那就是去讓人家黏著的 叫他賺錢 賺錢 就已經賺到家裡了 三天沒有問題 還有老房 還有車 不然叫他來聽 叫他 他就要賺錢 就去讓人家黏著的 錢黏著的 黏著的 黏著的 所以 我們人家去讓一項東西黏著的 就 他就 困 這個這個 掙脫不了 他就沒辦法做到 硬無所主理先去想 去黏著的 我們這個中心就是去 五月六頂黏著的 財社名十歲嘛 地域五條根嘛 就黏著的 所以說 修行人別黏著事物 別讓事物黏著 我們眼睛看 靠 拚 聽 章 底 一切如夢幻炮影 有人找我黏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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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到一個 這樣就有你的人欺 一樣 你的心不再來 走到哪裡 今天不是在台灣 我們搬來走加拿大 還是搬來日本大 你就能不能搬呢 搬是水深的呢 最重要的是我們的心要清淨 所以要徹底地對我們的心下手 你就自然可以轉我們的搬 可以改變我們的觀念 改變我們的接著的心 化作無所知 清淨的東西 這樣 你不免照 你心如果接著 照哪里去 搬都會把你抵掉的 我告訴你 心如果無所知 你不免照 你就改團 所以不離當處 不離當處 即是圓滿菩提 不離當處 今天在座主義 如果心改團 待會兒來坐車 人太多 無意讓他坐 改團 心最大的道頂就是我們這個心 我們這個心 無所知 就是最清淨的道頂 最清淨的道頂 有時候 我去伯利仔 人家在做發肥 在做發肥 做發肥的時間 我們信徒就出來吃飯了 不是我文書獎堂 出來吃飯 拜在吃飯 在裡面 拜龍宏是參會這樣靠 是這樣靠 喔 這樣 靠參會 靠去 貪親子 拜家父做真有感情 現在待會兒到中途一個要吃飯 換一個香 看一個菜 真好 喔 你吃飯就像在戰爭 像在戰爭 喔 那菜這樣喔 為了吃不完 你捏幾碗 捏幾碗 那菜就自助餐擺下去 你捏了 對嗎 喔 開始了 吃不完他也捏很多 對 豆芽菜還是不管什麼菜 喔 捏很多 你吃不完 吃不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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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湯啊 人家的湯 最簡單的 湯就沒辦法 最簡單的問題 湯就沒辦法 所以你怎麼拜龍宏 要怎麼知道我問你呢 你心意所主啊 像一個境界 現場 像吃這些問題 你就拼不下去了 你拜龍宏 你拜十天 你拜一年 要做什麼 你無聊天心地的方問 我們今天來真正收行人 看人家的問題 欸 好吃 欸 我們在吃吃 先吃 先吃 沒關係 對嗎 沒有在拜託 拜龍宏 是拜到靠靠靠靠靠 出來前沒有在拜託 唱吃 唱 唱 五幾桌放出來 還有三十年 沒吃飯也不用 咧 說服 咧 我們是福教導 啊,這... 我們的收行都是舍本矚目 舍本矚目 舍本矚目就說,你叫他來做法會 拜水流 他很認真 每天就夠 你要叫他放棄你的意見 我們不要這麼難死 你會做不夠 你做不夠啊 做不夠,不可能 對嗎 在座主義 到底是腐敗越多 經參差,敗越多,法會做越多 叫做小災 改善,下就是我們這顆清淨心 全部放下這顆清淨心 這真正的小災 對嗎 你真正想你就知道了 對嗎 我一個椅子 一個椅子 有一次我去一間大廳 坐著椅子 主持無形 坐著椅子 阿姨,阿姨的信徒這樣 拜拜得很認真 等一下兩個人 大聲 兩個大聲 阿姨,阿姨,阿姨,阿姨 阿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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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姨 阿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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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姨 我們接著掃角 我們只會拜外面的婚 不然要拜我們內心這段的婚 不然 我們是可以做一個主宰的人 我們偏偏要做一個宿伯的人 所以說 明星見性的人 硬無所住在生氣身 不能夠 你黏到 不能夠這個宿伯黏到 我們要學好 一定要先學習用 學習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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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忍力 學退讓 學講話 先修用 這麼修道 你不修用 你根本就不得好說了 我們這家去出去的公家 這家說自己的壯壞 這家說就對他們敵對 你想到你要學習行 我們的信 看到好傳的東西 不放他 anni cœur 對嗎 對嗎 這樣看就得太漂亮的東西 看到麥nine Joe要用那套 跑出來 妳想到我們要學習行 你真是虛仪的坐 所以說 我們 如果說真的要罵罵 就是要罵我們這條心 所以這個元節經裡面說 要怎麼才能命心變形呢? 元節經裡面說 知患即禮 罵即絕 法不屬修義無見次 我跟經裡面說得很清楚 知患即禮 這很重要 這輩子你怎麼會罵 OK 你三種十日不經典那種雞 那是一堆廢子 如果說知患即禮 罵即絕 這輩子你怎麼會罵 三藏十二部經典都是一堆廢子 正經的 這句什麼意思呢? 喚 就是 一年生一年滅的假象 我們今天就是一年生一年滅的假象 知患即禮 了解說這是一年生一年滅的假象 即禮 這個禮就是放下 不是叫你離開 你離開 知道一切的像 都是原始的假象 你就放下 不要被它黏著 你就放下就對了 放下 你不放下也就死了 放下也就死了 你如果不放下 不放下也會死了 放下也會死了 放下也會死了 放下 放下 所以知患即禮 就是說 我們如果是了解這個世間 一切的因緣所生法 我所及時空 一名為假名 一名忠道義 我們就了解 放下你就把它放下 我們就把它放下 放下的下 我們就找到真正的道場 真正的道場 真正的道場在我們的心 真正的道場 放下即禮 離患即覺 離開這個幻化的 放下這個幻化的 你就覺悟 你就覺悟 我就跟我說 如果我們是 放得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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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藏十二部經典 經典你都不用看 你就是一個 通得三藏十二部經典的人 為什麼 三藏十二部經典 所說的 都是叫你 放下 一例 叫做空 兩例 叫做放下 三例 叫做無所主 無所主 無所主 無所主的意思 三藏十二部經典 在說什麼 說一例空 萬千改空 兩人 就是 既然萬千改空 就是放下 放下 放下 那如果要說什麼 你就無所主 無所主 OK 你無法理完 沒關係 OK 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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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經典都看到了 經典都看到了 真正 就無所經典都看到了 現在我們想是想這樣 想就是 經典都看到了 很多 研讀班 研讀班 佛學的太多 知識分子 混合的這些 這些地性分子 建立種種的知見 But 放不下 but 但是放不下 太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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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來這個 這個人家 瞧不起他 離佛太遠 放下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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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哪有善惡之分 哪有是非之分 哪有是非之分 難你之分 天地之分 一切事情很清楚 什麼事情都放下 所以說 我們今天 末法時期 建立知見的人很多 但是 實修的人 實在是太少 因為 你看經典很多 就拿這個經典 來奧視別人 把佛法 當作 知見 分別的知見 把佛法 拿來奧視別人 化作一種 世間的學問 那是佛學喔 不是學佛 佛學 是知識領域的接受 跟知見的建立 這個 這個 學佛 是可貴的 勝利地的經驗 再說一下 如果我們跟他研究佛法 這是第一件分別什麼的建立 這是環佛 如果我們學佛 學佛就是實際去做 真正方法 那種工夫 品嘗到捏盤的氣息 那種美 那個真善美 那個不生不滅的真善美的 見性的心法 看什麼事情就是這麼漂亮 看什麼事情就是這麼真 看什麼事情就是這麼美 所以我跟主委說 一個明星見性的人 他就是叫天啊太平的日子 叫天啊太平的日子 他就存在 我們每一個人的心中 我們每一個人都有天啊太平的政府 你這個政府最大 為什麼 我如果無所謂 你就沒有我哪會好 你要怎麼 他要給他按照 我就不吵他 他就沒有 他就沒辦法給他按照 對不對 是不是這樣 他就沒辦法 沒辦法 我們這個政府的清涼的改革 就主宰的政府 天下就沒有戰爭了 最大的戰爭 我們自己賺到金 點算不是這樣 因此 我們要勉勞 我們要勉勞 不困難 你要做嗎 你 你看 你要做得不做而已 所以 現在他們說的就注意聽 這邊 我現在先用國語講 再用台語講 凡是存在於時間跟空間的一切事項 便等於存在於思維感覺中 凡是存在在思維感覺之中 皆是虛妄無實 皆是相對的 再說一遍 再說一遍 凡是存在這個時間跟空間的天地萬物 定於存在在我們的思維感覺當中 凡是存在在我們的思維感覺當中 都是希望不惜 都是相對的思維 應當方向 應當方向 我們來解釋 凡是存在的時間跟空間 時間 是假象 時間 為什麼 晚上你在睡覺你怎麼知道幾點 這個慘悶的人 他哪有在 哪有在接到這幾點的問題 一個立心立頂的人 時間對他在說 萬劫就是一剎那 一剎那就是一萬劫啊 一是一切 一切即一 他沒有時間的觀念 那如果有時間的觀念 他也沒有所得 他知道時間是假想 時間是假想 所以說 啊 我們一年是三百六十五天 一年是三百六十五天 你如果是去 白天白天生育來說 一年就不是三百六十五天 一年就不是三百六十五天 因為時間 是觀念性 由光明暗 所刻畫出來的一個假象 啊 在 在這個白法裡面 就是心不相應刑法 心不相應刑法就是 有設法 有物資的現象 光 要感覺的內在 去定位 去跟他定位說 我們現在 現在 晚上九點 美國現在就 早上九點 早上九點 美國現在 你現在 我們現在 晚上 因為有 空的 力 空 力 跟晚上的分別 所以建立時間的觀念 所以時間是 假象 時間是假象 對不對 不然你如果沒有掛表 你知道現在幾點 你如果坐太空巡 打你去外太空 他沒有地球在 黑暗 你時刻到晚上 時刻分別 他才知道幾點 他不知道幾點 你如果進入 坐這個太空船 沒有對立的 這個日夜 你怎麼算幾點到幾點 幾夜幾號啊 對不對 所以時間是假象 空間也是這樣子的 空間 我們這個所在 定位 這個叫做中心 定位 左邊 右邊 又這邊 有這邊 這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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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邊 那也是我們人的 頂點 所頂出來的 假象 空間 三度空間 三度空間 所以說 既然的問題 如果說 直接 把 世間的所有物質現象 全部把它磨成粉末狀 所有的象 你都會畫作一樣的東西 化作一样的东西 那如果从心所有的心情 把它磨成粉末状 这没有定位可言 这是说假设 因为每一种东西都是由直子电子中子所构成的 因此 因此时间和空间 所见你的问题 你的感觉你的思维 这都叫做梦想 叫做天堂 叫做分别 这叫做希望不信 希望不信 这都是兄弟的结想 应当的方法 所以他刚才说 凡是存在在时间空间 就等于存在于思维感觉中 凡是存在在思维的感觉当中 都是虚妄不实 统统要放下 这样用清静的本性